8月14日,香港警方召开记者会,严厉谴责极端激进示威者罔顾他人生命的行为。 警方表示,必定严正执法,对违法暴力行为追究到底。 香港警务处助理处长麦展豪,讲解8月13日机场案情时表示, 示威者已经严重影响旅客安全,更有极端激进示威者捉住内地男子, 非法禁锢、孤警、殴打、围殴这名男子,甚至阻碍急救人员入场施救。 麦展豪说,警方到场时没有携带防爆装备, 是未免引起误会,认为警方想要清场,警方只是想去救人, 而当警察想要离去时,更被激进示威者包围,最后被迫拔枪戒备。 当时这名警察已经被抢去随身的胡椒喷雾和警棍, 被逼无奈之下,被迫拔出配枪戒备,做法合理合法,符合之意。 警方指出,所有合法来港旅客都会得到应有适当保护, 不会因为背景不同受到不同对待。 对于已经发生的暴力行为,警方表示会全力追查,将违法人士生之以法。 警方还指出,13日机场有5名男子被捕,目前仍被扣留。 警方表示,在机场内部声势,任何人利用任何武器或其他暴力行为, 导致他人死亡或严重受伤,危害机场运作及他人人身安全, 最高可判终身监禁。 即使在机场举起双手阻碍他人自由出入, 亦有可能被判非法禁锢罪,最高刑期七年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